一直非常关心德云社 离气势没有几天的时候 写了一个 大家有团结 对 大家团结在 以德纲大会为首的那个 德云社 然后相对近跨 现在在我们德云社的后台 张先生对我们的教诲 其实我是特别感谢张文迅先生 德云社创始之初那会儿 也不挣钱 而且来说很多的坎坷 是老头跟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后来德云社好了 但是很遗憾 他离开了我们 这个现在好在 刘云祥继承了先生的一致 也在学相声 你觉得你学艺的过程当中 老爷有没有给你什么影响作用 其实我从小就没有想到能说相 想起老爷们还难过 可能别人不会理解到这份感情 不过在逆境当中的张文迅先生也值得我们学习 我印象特别的深 在病床上就都不行了 他那个聪明睿智是随时能够体现出来的 因为他那会儿起不来 起不来之后呢 他的床头拴了一根绳子 他揽着绳子能起来 他叫护工的时候 他喊不出来啊 手也没劲 摁不了什么电铃 他手里提前准备一个吃饭的勺 他敲那床帮 当当当当当当的一敲 大伙就知道了 就这种小事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尽无休